台东绿岛温泉海域今天凌晨船出渔船搁浅意外 由一名理性船长金城三点多出港捕鱼 疑似因为引擎故障加上暗季浪况汹涌 整艘船被打上了礁石而船体近乎全会 而船长也看到了自己的身材工具却没有了 大探自己等于瞬间失业了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渔船搁浅在礁石上 而在礁石周围附近还能够看到船体零件器具散落在礁石上 台东绿岛温泉海域的今天净晨船出渔船搁浅意外 一名理性船长在今天净晨三点多出港捕鱼 疑似因为引擎故障加上暗季浪况汹涌 整艘船被打上礁石船体近乎全会 硕信无人伤亡 根据李信传组表示在今天清晨三点多出港没有多久发现引擎出现故障情形 这场距离岸边较近浪况比较大 不趁遭到冲打打上岸 渔船严重回顺现场银片狼藉 随即联络有人协助清理 而绿岛安检署也在四点多接获报案 到场查看也无漏油情形 而船上只有船长一人五人伤亡 而目前游乡公所清洁队协助清理船体缠织 但船长看到身材工具全没有了 也探自己等于瞬间失业 这番嘴绿岛相报道